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能够找得到 然而藤制品的制作非常的耗时 一张藤椅最快也要两三天才能够完成 年轻一代大多不愿意学 让这门传统工艺的传承渐渐出现了断层 外代记者陈静云还有林彦均 在巴生采访了罗宝斌师傅 年轻的时候他就跟着师傅来学做手艺 没有想到这一作就是十几年 一种藤能够变出上千种工艺品 走进位于悬兰而巴生的这家藤制家具店 仿佛走入时光隧道 三十一岁的罗宝斌自幼跟随父亲学艺 父亲退休后由他继承家业 十多岁的时候我知道疼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是我爸爸开了我才知道 那时候真的什么都不会的 不会我爸就叫我去拆掉 拆了然后装回去 看了它软了吗 软了的话它容易熬了 不然的话它硬硬的话熬的话会饱 要不会看风之火火了 从时做累积经验 罗宝斌由当初懵懂的学徒 月升独当一面 回首过往甘苦甜 如今别有一番滋味 那时候年轻可能要出去玩 还是什么 做到一时发脾气一定会有的 怎么还要做百姓的 怎么不要这样子这样 现在不会啦 现在很多旧的都是拿来 一片铺好像那种网铺这样的 然后烂鸟就为我可以绑回藤鸟 随着时代转变 同志品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空间 然而它的独特魅力 依然有人情有独钟 从很年轻时 我最喜欢的 我感觉它是很生气的 我感觉它是生气的 哇 它开了 又美 那么你越做的就越滑 铜的制作过程耗时 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罗宝兵的姐姐在闲暇时间 也会到店里帮忙 为家族生意出一份力 因为现在是很难请人做工的 如果没有人要学 就没有人做了的 是不是 然后这些铜皮全部都有正药水 那手会粗粗的 肯定会剁到手 不过你做好了 你会很开心 不让传统手艺消失 罗宝兵一家共同坚守这份西洋行业 避免被时代洪流给淘汰 麦袋陈静云 林延军选来而报道 你也曾经叛逆过吗 每个人的年少阶段常常有段 期间是自我意识较为强烈 喜欢批判人事物 甚至是会做出激烈的行为 面对这些处在叛逆期十字路口的孩子呢 家长还有老师呢就需要更有耐心以及爱心 如果呢愿意走进孩子的内心深处 了解他们的想法 找出适合的沟通方式 谁说问题学生就没有出席呢 一起来跟随记者刘婉俊 李文杰的镜头 来看一个真实故事 今年14岁的紫阳跟许多同龄孩子一样 正值青春叛逆期 曾让师长伤脑筋 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啊 他就慢慢慢慢的变了啊 我怎样知道他变是老师 on and all就收到老师的sms跟我讲 他在学校捣乱啊 他很会问东西很多东西要知道 但是他没有耐心 他会很喜欢这样的 一下子想到什么就shut老师这样的 没有礼貌啊 面对师长的投诉 母亲束手无策 只好寄望转到吉隆坡 此级国际学校 盼能导正紫阳行为 紫阳第一天来学校的样子 记得很清楚 因为很特别 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是欠他的 他是非常非常的不愿意来学校 不适应的地方 就是这个学校的 有些比较多一些规矩 就好像走路需要 好像到90度然后才转 每换节的时候 可能有一两分钟时间 另外一个老师还没进来 他会带他的那群朋友 那一组去学校油矿 就是会制造混乱哦 有爱的环境孩子潜移默化 师长给予的包容与鼓励 成为紫阳蜕变的契机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 我就赞扬他 我找着 找着最小的亮点把它放亮了 我要孩子感觉到 终于有人看到 哇我不为人 时常见到的那些地方 金伟爸爸有告诉过我 就是我可以带动我的朋友一起去玩 那不如带动他们一起努力 一起学习加油 所以我就有想过 然后过后我就觉得 可以尝试了 比较用软心的教育 孩子是会改的 然后需要时间而已 以念心转不仅改掉陋席 紫阳如今更是老师的好帮手 不再让父母担心 以前的自己比较固执 就是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现在改变后就可以比较 跟朋友可以融入比较多的人 耐心陪伴与教育 让迷途孩子找到正确方向 这也印证了 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这句禁思语 麦大爱李婉俊 李文杰 玄兰鹅报导 饮食对人类的健康 有着关键的影响 东西方世界对于这个议题的观点 可以说是五花八能 但蔬食和素食 已经被许多科学家认定是对健康有益 在雪兰鹅的沙登 此期志工就推动了一项饮食挑战 邀请参与者体验 21天少油 少盐 以及全植物性食物的活动 而最后的验血报告数字 其实是让参与者 见证到了正确饮食带来的力量 经过21天参与植物性饮食挑战者 感受健康明显改善 口说无凭 让体检报告说话 参与者对比前后效果 吃素也要吃对方法 活动在雪龙刺激志工的推动下 沙登社区共有66人响应 苏食餐厅共同配合 以少油 少盐 及全植物性烹煮方式 让参与者品尝到菜箱 也吃出健康 食物能够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这样的一个煮法 对于一间餐馆来讲 其实是蛮有挑战的 经过整个团队审核过后 就出了一份其实是蛮标准的餐单 提倡餐盘营养均衡 透过云端 医师分享挑战者的成绩单 之前21天参与之前有19% 接近19%的参与者的收缩压 是高于140的 之后这降至12% 每次坐下或者蹲下来 起步来了 奇怪 然后每次总觉得手是很僵硬 想到吃这个 其实在短短的四天 有一天早上我起来 我感觉到怎么 我今天少了一个感觉 怎么我没有痛的感觉呢 当然是神话还是科学呢 在植物性饮食的功效 有没有科学证据呢 我查了很多 下面的全部都是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其实已经证明了 科学报也证明了 植物性的饮食 可以导致减肥啊 这效果呢 比传统糖尿病饮食的两倍 并且呢 有助于提高了你的 insulin 胰岛素的敏感性 而且呢 植物性饮食呢 也可同时 同时啊 改善血糖 体重 血压和胆固醇 这是任何个药物 都无法做到的 正确的饮食习惯 及配合规律运动 照顾健康 得要多管齐下 才能预防病痛脚上门 麦戴显正康许国境 马来西亚学栏的报道 本周精选图 带您来欣赏 纽西兰库克山的美景 摄影师陈述家 透过镜头 记录下这座山的雄伟 以及壮阔 库克山是纽西兰最高的山脉 也拥有最长的冰川 星光照耀下 险峻山峰 庞大冰川 有如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宫 根据毛利纳塔湖部落的神话传说 天父拉基努生下了 奥拉基等四个儿子 在一场海上航行当中 他们的独木舟撞上了暗礁 当兄弟们几人 爬上了独木舟的顶端时 刺骨的南风 把他们变成了石头 而独木舟成为了纽西兰的南岛 奥拉基和兄弟们 则变成了南阿尔卑斯山的 几座山峰 虽然库克山拥有23座海拔 3000米以上的高峰 但是近山并不困难 在不少登山客眼中 这里是绝佳的活动地区 即使是惊艳消训的冒险家 也能从高山漫步当中 发现到许多乐趣 包括优美的高山湖泊 以及冰川湖色 这些如湿如画的美景 与您共享 垃圾去哪儿了 来到了第15集 今天要与您分享一个名词 叫做零废弃 不过呢 在这个快速的消费时代 真的有办法做到零废弃吗 我们把时间交给大台新闻主播 陈珠奇 垃圾去哪儿 情景在源头 今天来到期间报道第15集了 在过去的报道当中 我们发现 人类在追求环保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关键的目标 叫做零废弃 零废弃 三个字而已 看起来简单 但是要做到还真不容易 它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力跟行动力 还有高端的科技 两者相辅相成 才有可能做得到 比方说 我们来看废塑胶 2015年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 人类所使用的塑胶当中 废弃了 它到底去了哪里 12%被焚化 9%回收 数量好少 79%都被掩埋了 请注意 废弃的塑胶 不论你是埋了它 或者烧了它 都会造成环境当中不可逆的灾难 而且是非常重大的 比方说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做起 每一天如果你出门的时候 你会带环保杯 那好吧 你已经为地球做了一件大事情 可是一旦你忘了带的时候 各种容器就要产生了 比方说这个 宝特瓶 你应该很熟悉吧 各种的饮料装上了它 方便携带 还有这个我们也常看到的 铁铝罐 它是不透明的 不透光的 所以使用上也很方便 另外有一种你可以称它是旷世巨作了 它叫做利乐包 利乐包出现在人类的生活当中 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 它是在1952年的时候 瑞典一位科学家发明了它 觉得它实在是在运容器 一个非常好的包材 利乐包的功能或特色有哪些 我们从小包换成大包 一起来看看 利乐包的第一个特色是它很轻薄 几乎没有什么重量 所以在运输上也会非常方便 而且它是密闭的容器 它可以保鲜 它不透光 即便在里头装置的是乳制品 茶食接下来也不容易坏掉 那么利乐包我们用了这么多 它要不要回收 当然需要的 利乐包的材质有70%都是纸 必须要被好好的回收 才能够再利用 那么还有一种材料 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宝特瓶 透过数据来看 人类一分钟啊 用掉的宝特瓶 有100万只 不要以为这个数字太浮夸了 其实你我都有贡献在里头的 那么既然利乐包跟宝特瓶 使用量都这么大 当然必须被好好回收 利乐包它必须裁成一片一片小纸片 来做回收 宝特瓶也必须裁切成细小的碎片 才能回收再利用 今天的专题报道 我们还是要回到马来西亚来看 当地的回收业者 在这两种包材的回收 已经颇有成果 最最特别的是 回收过程其实是很耗能的 用水用电量都非常的大 而马来西亚的业者 能够把回收过程的能源消耗 也降到最低 这就是他们的诚意 跟他们的利害所在了 今天的专题报道 就让我们透过这两种包装材料 一起来看如何让这些包材 从你的废弃物变成我的宝物 五颜六色的利勒包 在马来西亚的饮料市场市占率超过八成 超市架上专柜贩售 经济价值不严可欲 它从开始在设计研发这个盒子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理念就已经融合在里面说 我们在研发一个包装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确保它是可以回收再循环的 当市场还在用玻璃瓶装 这间器件选的是可以百分百回收的纸 当成材质 简单创意打造出一片包装试验 来自瑞典的Tetra Pak 它强调无菌保鲜 而且它的重量非常的轻 看看背后一看 它里面有高达六种材质 把它剖开来看 里面的成分 百分之七十五的纸 百分之二十的塑胶 还有百分之五的铝箔 企业卖越多 赚越多的概念已经过时 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产品更长寿 这间瑞典公司在马来西亚启动环保开关 得先找到可以协助还原产品的伙伴 循环生命线的里程 从他们的手中展开 我们负责回收马来西亚这些利乐包 在卖工厂上下来的废料 用了过期的生产下来的配品 没人做吧 我们回收下来 职场又不大愿意肯处理 因为对他们来说 废料吧 别人不要的废料 看在李老板眼中可是宝贝 他就把它搓搓搓 把那姜搓出来 像这台打姜机 八年前从国外引进 定用的是果汁机的原理 把纸姜 塑胶 铝箔 一一分离 拼装改良了好几代 才成了眼前这样高效能 可以把所有容器里的纸姜 全部提炼出来 问起这秘诀是什么 老板的回答 有大马商人的殷实勤劳 商业机密 纸姜 就是机密吗 我们商业的保留一点 因为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用的一些打姜机 市面上 普遍上的打姜机 我们打了下来的 在理硕方面 含有的姜非常高 其下50%而已 今天我们可以说 几乎我们99%的纸姜 都提下来了 分离纸姜后 全部重生成再生纸卷 留下的鲁箔和塑料 再进入另一趟旅程 风干 压制 不可思议的 变身成铝素板 这样的一块板子 里面有7000个立了包 而它的用途可广了 像是屋顶或墙壁 都是巧思创意 市场其实有人在寻找这种材料 只是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也不晓得 他们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要推广出去 自然有很多人会有更加好的idea 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 它的用途反而是人家看的 它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这样子用 过往的经济模式 产品用完了就没价值了 现在透过循环经济 创造的商业模式 回收处理 让资源回到原物料 循环供应的系统里 而在封闭回圈里 循环利用的另一个主角 非宝特瓶莫属 这一个环节叫做替宝特瓶洗澡 经过分血 破碎后的宝特瓶身 进入到这一关 就要泡在85到95度的热水中 加入药剂 来回洗五次后 就是干净的甜甜了 看出来都纯纯干干净的 对啊 我们过后还会过几道 材质分选跟颜色分选 来确保它里面的杂质 是少于0.0001% 或许你要问 这不是很耗水耗电吗 厂区每天200吨的用水量 全部百分之百循环再利用 一旁的棕榈壳 是时下最夯的能源新宠 也是整个厂区 唯一的发电来源 不止效能高 同时也跟环保 环保循环的一个口号 我们不想在我们生产过程中 出现所谓的二次循环 我们不要做循环 可是去污染这个环境 年轻的少主有理想 从父亲手中接下传统产业后 创新与改革 把回收宝特瓶的价值 做最大的发挥 但说到底 这终究与前端的消费者 使用习惯有关 根据统计 人类每分钟使用100万个宝特瓶 以一个高度25公分来计算 相当于是553座双子星大楼 职用的量越多 企业的料源越充沛 企业要业绩成长 却与马来西亚正在推动的减速目标 一次性塑料零使用率大蓝图 希望在未来十年内淘汰一次性的塑料用品 这是两相矛盾的 政府就是希望在这十年里面 是能够top 10 就是十个我们最常用的这个塑料 是不是可以成为零 然后第二就是如果还是需要这些一次性使用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material的话 可以不可以我们有3R嘛 reduce, reuse, recycle 第四个就是replace 与其说源头减产 就是减少使用塑料 不如我们去教育 这一代下一代 你怎么mispose 或者是你怎么处理你用了的塑料 小小一支保特瓶18公克 用到灵力尽致 企业重新塑造回收物的价值 产品外销到欧洲、美洲、澳洲、中东地区等地 在无法解决爆量的塑胶垃圾前 循环经济的机会已经被看见 不过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吗 要实现生活垃圾零废气 首先要更新观念 其实自然界不太存在完全无用的东西 唯一制造出废弃物的生物 似乎只有人类而有 想要实现零废弃的理想 就必须要将垃圾 视为是宝贵的再生资源 通过新概念的建立 政策、科技 还有人民的实践 才能够减少垃圾的产生 下来我们来换一个焦点 继续跟进新冠疫情的支援行动 在雪兰哪州 加引监狱的受刑人数众多 这一波的疫情 需要大量的防疫物资 此机志工收到了消息之后 立刻准备了口罩、手套 还有面罩和禁手液 两辆卡车满满的物资 希望为监狱管理人员 以及受刑人们提高防护力 小心翼翼地将桶装进手液搬下罗里 此机雪龙分会为加引监狱送来两辆卡车的防疫物资 我们带了有口罩 也有 PPE 还有洗手液 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洗手液 因为洗手液是每个人都要用到的 而且是要用的最密的一个洗手液 尽管洗户过程突然飘雨 防疫物品仍一见不漏地交到负责人手上 我认识,这些洗手液的洗手液 很多人都会在全国的洗手液 希望所有洗手液的洗手液 能够给我们一种勇气 让我们继续在我们的洗手液 在我们的洗手液上的洗手液 疫情升温,口罩及禁手液成为战役的重要物资 随着一箱箱防疫物品到手 狱族和受刑人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 麦大爱和永康雪兰儿家影报导 好的,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 新的一年,2021年里面祝福大家 平安吉祥,世事顺心 我是赵峰,我们下周见 今天,我们下周见